承认吧 你一想到设计模式 脑海里大概就会出现这个样子 大家好 我是Tiler 上次分享用函数实作 简单工厂的这个模式之后呢 有些观众回应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实作中 只有一个简单的函数 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 境界的话题 用函数实作设计模式 如果你也喜欢设计模式 就赶快订阅按赞开启通知 我们开始 以前Tiler在撰写Java或CShop这类 比较传统的物件导向语言的时候 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撰写Class的语法 特别是当我开始深入研究设计模式之后 You know 特别是当开发的事成非常紧凑的时候 如果专注在城市的架构上 很容易导致迷失方向 而忽略了客户真正在意的核心功能 所以后来除非我很确定 用某一个模式能够漂亮的解决问题 我才使用设计模式 不过当我四五年前 开始用Python写Keras时 你知道Python语法很简单嘛 我不用过度的专注在Python本身的语法 而是在业务逻辑和研算法本身就好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Python现在这么红的原因 否则要先学一大堆语法的话 就本末导致了 我那时候开始就在想设计模式是不是能像Python这样做到去无存经 能够用函数做到设计模式原本想要做到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想到可以这么做 所以我上我一搜 诶 没错 外国有一票在玩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人 他们就证明用函数设计也可以做到设计模式原本的初衷 那就是让软体变得更弹性灵活 从那时候起 我就不见得要写一堆的class 才能把设计模式的思维融入在我的code里面 今天就让Tyler带你用函数十座几个重点模式 预告一下 这也是近期将会跟各位分享的重点 首先我们来看上次的简单工厂模式 简单工厂模式原本在C Sharp的写法 长得可能会像这样 但是这样的功能其实只用一个函数就可以做到了 像这样 精神和目的都没有改变 反而变得更简单好懂了 到Python之后 更简单的可以不用写明回传情别 甚至如果物件的形式够简单的话 不需要特别写一个类别 使用字典表示成Json物件就行 简单到可能让一些人觉得 嗯 这不就只是写一个函数而已吗 没错 这就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精神 但其中藏有设计模式的精神和效果 而说到Functional Programming 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我很清楚知道他们大量使用策略模式 因此任何适用策略模式的情境呢 都可以使用函数来实现 像假如我们在写开发用的logger 一开始可能只需要把文字输出 不过正式上线后通常需要加上timestep 两个版本的输出格式略有不同 如果要手动更改所有调用旧版本的片段会很麻烦 如果直接修改旧版本的code 又会破坏OCP原则 这时候就可以使用策略模式 在使用者不知不觉的情形下 抽换输出的方式 工程方法也是一样 假设原本要写三个类别 如果使用函数实作 你只要写两个函数 然后在不同条件下注入不同的工程方法就可以了 譬如我们在训练AI模型的时候 希望用三种不同的资料集 训练两种网络 由于建构模型的过程通常较为复杂 我们可以写两个函式 特别负责生成一种网络 在执行训练时 把这两个函数当作参数传入 让训练的程式片段 重复使用工厂方法 生成独立的网络物件 用以对应不同的资料集 这样就能隐藏生成模型的具体角色了 既然说了这么多优点 那么用函数实作设计模式有没有缺点呢 当然有 函数没有办法像物件那样储存状态 重复使用现有的资讯 而只能依赖每次的注入 所以像是结构型的组合模式 桥间模式 外观模式等等 如果还是用函数去做 看起来就显得有些硬要 因为结构型的模式 是用来设计资料的结构 而设计资料结构的目的 是组织资料间的关系 而不是处理这些资料 这类型的设计用物件导向就显得直观许多 至于实战中要用到怎么样的做法 端看你的需求 除了建构特殊的资料结构 大部分的场景用函数就能做得到 倘若没有严苛的需求 就用比较难的做法 就好像今天我们只是要打游戏 结果就去跑去买了一张A6000一样 老实说 无论是纯物件导向 或者纯函数导向的设计 我个人都不支持 因为两者各有优缺 互相补足 在适当的情境下 用适当方法去完成 是一位专业的工程师 该具备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问我 吃牛排会加什么酱 我一定会回答你 黑骨椒酱 其实设计思维 就如同物理般的存在 只是在开发者的过往经验中 被发现并统整而已 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 设计模式就是设计思维的抽象 而语法则是设计思维的具体 所以不要再被语法绑架了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